師傅,我們天童錦囊第三課即將在9月24日上繳 反應之前兩集都很熱烈 是的,我們在這裏就一定要多謝朋友的支持 第三集我會加強內容 在紫蘋八字裏,我教你們怎樣看你是否一個喜歡穿華麗衣服的人 我會教大家看一個叫做十型人格的性格 第二,在環境風水學裏 現在要輪到教你們人緣桃花局 除了人緣桃花局外 我會教你們什麼叫做呼應 如何化解紫蘋某柔的雙衝 這個是秘訣 第三,就是姓名文字學 我會和你們在214個部首裏 講給你們聽 哪些部首的忌諱 哪些部首有些不能夠雙配的字 最後就是一定是十二個月不同出生的人 改名要記住什麼 好了,卷四就是擇日周吉學 厲害了,我就會在一年十二個月裡 教你們如何選擇大財一 選擇這些大財一做事 就是小作小法,大作大法 希望大家朋友繼續支持我的天同錦囊 記住9月24日上架 師傅,又是一字記之的時間 是,我們一個星期沒有跟觀眾見面 即是中秋節 是的,我們都是人,都放一日假 放一日假 是的 師傅,今年真是很多儀仗 是的 天災有很多 是的 儀仗,最近有一個儀仗 就是不知為何 無緣無故有幾百隻雀鳥 是 就好像那些911那時候 911,衝著911 是 撞到紐約的大廈那裡 哦 死了幾百隻 好聽說 有七八十隻就被傷了 但你知道外國人他們很愛雀鳥 就搬了他們 不是叫救傷車 搬了他們去治 這個真的屬於異仗 異仗 因為無緣無故 是否天氣的問題 令到雀鳥 不可以飛得太高 撞到那些 或是迷失了方向 撞到那些大廈那裡 我就經常懷疑 是不是磁場 電波干擾 即是氣場磁場 那些 你猜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的,我想你也說得對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是很樸索迷離 是迷失方向 雀鳥都迷失 你問問誰會看股市 是不是 真的 你說它跌的時候 會不會升 不是 我聽說你那兩隻股票 真是表現出色 OK的 我們那些 webinar說 是吧 也有些 即是你要懂得走 我經常都說 是 我經常都說有吃不吃 最大惡極 是 給我估計 你升你吃 升你又不吃 跌下來你又不肯 剪輯都不知道 這個世界永遠沒有理由 一直上升一直跌 是吧 如果你經常買了之後 只會買不懂賣的話 那不如給我一點錢 沒錯 為什麼我說樸索迷離 一會兒我就想你解釋一下 這個雀鳥的異象 但是我現在想說 為什麼樸索迷離 是 很多人都說 其實我《一語道婆》也說了 很多人都說 在聯儲局變成了鷹 鮑威爾變成了鷹 因為說了雀鳥 我就說鷹和鴿 是 鷹就是Hawkes 是 激進一點 激進一點 要退市 要加息 這些東西 鴿就在這裡 咦咳咳咳 每個人都說他退市 有機會加息 那些十年的債息 就無緣無故上個星期 去到1.32、1.33厘 十年 標到上去 今天是1.55厘 那裡升了多少 如果你真的走去 TREASURY那裡 空一張TB 我想輸到已經躺在那裡了 是是是 所以 我試試博索 但是股市 它開了不會之後 FOMC就照升 是 那些債市 就插到 就好像插水一樣 你說債市 我也想問你一件事 恆大都 損手爛腳 都是因為債的問題 是的 恆大好像發出很多債 恆大的洞 那些洞 稍後我們才在Live說 好 好 是 接近2萬億人民幣 2萬億 2萬億是甚麼概念 那誰買了 很多人買的 是嗎 即是它那個孤洞 是2萬億人民幣的接近 是 當中當然又有債 又有銀行貸款 又有應付未付帳 即是很多家家賣賣 你說人們想救 怎能救 全世界有190個國家 全世界有190個國家 GDP都沒有1萬9千億 或者2萬億人民幣 好 我們待會留下 留下Live說 好了 你講一講 究竟這個 這樣著了 撞過去 他的異仗 在美國來看 或者你的解讀是怎樣的 其實我的答案只有兩個字 不妙 就像股市一樣 是的 這宗鳥仔事件在紐約 是嗎 是的 不妙 不妙 不需要說太多 總之就是 不妙 應該是未來美國 紐約 應該是紐約 紐約是華爾街的 是金融中心 即是暗示 預兆 預言 美國很快在 通常來說 我們多數是每次都看15天 15天 不是7、7、49 沒錯 好了 即是說 預兆美國華爾街的經濟運作 或者會出現一個 真是自殺式 或者是一種 唉 不妙 總之不要多說了 嘩 即是 我真的 我都希望你 為甚麼 我Webinar的時候 告訴大家 小心 9月10日的股市 要插進去 現在又有 這個鳥仔事件 這個鳥仔事件 10月 還有債務上限 否則白宮就關燈了 所以真是麻煩 好了 你說不妙 那就先不妙 大家留意著 再想想 究竟國運不妙 股市不妙 還有些灰西牛 那些不妙 好了 好了 我們要說 有一件事 就是好妙 因為我們今天 那個大題 一字記之約 聖 聖即是聖利的聖 聖 好 為甚麼聖呢 孟晚舟 在加拿大 煎熬了一千日 一千日 多過一千日 應該是 未夠三年 順利回祖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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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簡直是威水 威水 首先 女命 就是一品夫人命 如果用國家的角度看 就是一個很純正的相關配印格 相關配印格就是代表明望提升 或者得到很多人擁戴 這番說話 大家可以當是一個馬後炮報告 也不是馬後炮 9月7日的白露 是 是 你之前也有說過 你做了一個八小時 是 是 當時我真的沒有預測到 孟晚舟 會在這個節令釋放出來 但是有一個辦法 白露就是9月7日 聽說好像9月10日 中美兩巨頭好像談過電話來 談完電話就 談完電話就來 白露之後就來 是 是 好了 不要理他 即是說 中國 只是中國的人民 已經是 那種肺炎 著弱下 即是說 整個中國在本土 已經得到一個很崇高的榮耀 一個國家肯為一個市民 平民 平民 可以作出這麼大的力量 想當年某一個國家有一個記者 好像被人綁架了 今次就跟著就好像 SIS 你是說的 是 是 是 人家一品名 你都說 就是 如果你身為那個國家的子民 你就會看 為何今天 今時今日 中國可以為國民做出這樣的事情 當年我們國家又沒有為國民做出這個事情 中國為國民做很多事情 包括疫情 無論你男女老幼 多大多小 總之 有時他一定會救你 是 你看到美國 他扔你在隔離房 說知你 不是救你 說知你 不要說了 一字記之若勝 就贏了 是 不過我想插多兩三句說話 就是 我曾經預測過 今年海上有些災難 是 誰知道都發生在香港 香港 對 都有一宗 真的 海上的災難 對 不幸 總之 真是想不到香港都發生一宗這樣的事情 真的 好了 我們不如說 秋分已經過了 是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講節氣 現在很多人都會講節氣 是啊 有很多人 我看到 紫媒 網媒 很多 YouTuber都已經開始 好像我們揭起了潮流 我們揭起了潮流 我們節氣的潮流 是 24節很多人已經關注了 為何節氣會這樣 我告訴你 不知道 我告訴你 可能是巧合 可能是必然 對嗎 沒錯 師傅 9月23日就是秋分 秋分之後 10月8日就是寒露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講這些 這段時間裏面 有些甚麼 透露一下 在皇帝內經裏面 經常都有一個很大的題目 就是講五運六氣 五運六氣 是 六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將一年 三百六十五至幾日 分為六個部份 哦 現在由秋分開始 正式踏入五氣的第一日 即是五運六氣的五氣 不是 六氣裏面的五支氣 我們叫做 第五支氣的範圍就是六十日 哦 就是秋分至少說 即是說 9月23日至11月22日 這六十日裏面 哇 你知道了 皇帝內經是一本很古老的所謂醫書 是的 它裏面多數會提及到疾病各樣東西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進入五支氣 多數會燥熱那方面特別強盛了 那我就會在下一集 再更加多些講述五氣 或者寒露之後 對眾人的體態 病情 大家要加重些 唯一就是 可以在今集說 哦 皇帝內經說了 總之五支氣之內 就會雙早降 甚麼叫雙早降 真的嗎 雙就是雙說的雙 雙是 雙是 雙早降 對 駁也降 駁也降 駁就不同 我告訴你 我查過的 在皇帝內經裏 新丑年的四支氣 有說過駁 有說過駁 是的 其實不是一個怪現象 根本一早知道 在新丑年 每年不同的四支氣 五支氣、六支氣 都有不同的事件發生 這樣 是的 所以不是說年年都落駁 就是這樣 師傅你真的收了很多東西 有五運又六氣 運氣 是的 五運又六氣 現在就是五運六氣 裡面的五支氣 是的 第五段氣 第五段氣 即是第五條氣 第五條氣就是由秋昏以後 秋昏 對 秋昏至到小雪 至到11月22日為止 何謂雙早降 即是代表 在五支氣之內 冷風會比平時早到 就是這樣 早些結商 有些冷風在金融市場上 大家好 我是黃冠一 我和侯師傅的一字記之 新Patreon訂閱計劃 已經上了架了 我們會在這裡 繼續和大家 暢談環球經濟 和時事文生 當然還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風水玄學知識 記得訂閱